先來關心天氣 第五號颱風渡蘇瑞 本週有機會生成 而週末有可能會影響到台灣嗎 詳細的天氣消息 交給記者李作合 好 今年第五號颱風渡蘇瑞 有可能在週四的時候生成 那麼如果這樣的話 影響台灣時間就會是在週末了 也帶大家來看一下 因為你要說這個本週 前半段的天氣 主要還是跟泰立低壓帶 比較有關係的 容易會發生午後 熱對流的雷雨 而這個時間會一直持續到週三 也就是說觀眾朋友 如果您在午後可能會外出 要記得攜帶雨具了 那在花東地區 恆春地區 以及西部跟東北部的地區 可能都會有一些降雨的狀況 那麼各地的高溫 會在33到35度 還是滿炎熱的 所以也要提醒您多補充水分 而大台北地區 以及中南部接近山區的地方 可能溫度還要更高 會來到36度 而菲律賓的東南方 這擾動持續的增強 也朝著巴士海峽南部移動 恐怕在週末的時候 可能會通過台灣以南 不排除會發布颱風的警報 更多的氣象資訊 一起來聽氣象局的說明 目前在台灣附近 是處於在大迪阿袋當中 迪阿袋的位置大致從南海 到菲律賓的東北方 一直延伸到東海到華南這一帶 那台灣附近大致上面 可以看到迪阿袋的周圍雲系 都是相當的偏多的 那台灣附近在週二左右 迪阿袋吸引之後 水系上面還是會比較多一些些 不過可以看到從週三開始 太平洋高壓的勢力 有逐漸的往西伸展的趨勢 而從週四一直到 我們的週末的這一段期間 台灣上空大致上面 都是受到高壓勢力的影響 因此大致上面 是比較晴朗穩定的 不過也可以看到 我們在南海到菲律賓 東方海面的這一帶 持續都有一些 低壓勞動的訊號 那這些低壓勞動的訊號 到了我們的週末的這一帶 會發展的比較明顯一些些 那屆時我們要留意 他們後續的動態的情形 那也會影響到我們週末 到下週出席的天氣 好 說到天氣就帶大家 繼續來關注的是 現在北半球真的是 熱浪席捲各地 加州死亡股的最新溫度 已經來到56度了 而美國亞利桑那州 更是連續17天 飆迫設施43度 北半球熱得跟大烤爐一樣 而加州南部野火 也因此不斷的竄燒 加拿大的野火 更已經燒掉了 2.7個台北市的面積 車輛往前開 但道路兩旁 卻有橘紅火光不斷燃燒逼近 引發的白煙 還度遮擋前方視線 受極端氣候影響 西班牙加納利群島西北部的 拉帕馬島也爆發嚴重野火 消防員第一時間拉水線灌 只有卻還是趕不上 野火蔓延的速度 政府憂心不已 因為大火已摧毀高達 4600多公頃的土地面積 就連太空中都看得見 野火造成的濃煙 由於該去火勢不見緩和 4000多位居民只能緊急撤離 燃燃了很多年 但這個不太強 這個很可憐 恐怖 都說此生沒看過如此嚴重的野火 而在加州南部乾燥地帶 也同樣苦惱野火災情 空拍鏡頭一般的天際線 籠罩在煙霧中 經過畫面也像套上橘色濾鏡 充斥跪絕氣氛 燃燃燃燃燃 你能看到這在我背後 這是在Gilman Springs Road 你能看到燃燃燃燃燃 非常乾淨的灰燃燃 然而是有接連高溫影響 加州的野火短期內 恐怕還是滅不了 Helen不是只有在西方的熱 而是人們在全國 都在這個熱的影響 我會給你一個照片 這是高壓力 這是熱的熱 在四個角度上 從那高壓力 西南部成了大火爐 不只拉斯維加斯 標出華氏117度 也就是攝氏47度高溫 熱上加熱的還有這個地方 加州死亡谷的溫度計 出現攝氏56度C 現場遊客爭相打卡拍照 留下歷史鏡頭 超級熱 我會用一個 燃燃 超級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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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園管理員證實 因為被曬到發燙 已經有多起小孩 碰觸不慎燙傷的案例發生 亞利桑那州連續17天 飆破43度高溫 陸地再發燒 海水溫度也在往上爬 整個墨西哥灣和加勒比海一帶 海水水溫超出平均值 科學家擔心這樣的現象將進一步圍擊海底的珊瑚礁 麥亞米科學家只能嘗試研究珊瑚礁基因改造 希望培育出較能抵抗高水溫的品種 多少維持住海洋生態 地球氣溫變化前一髮動全身 加拿大野火至今已燒掉2.7個台灣的大小 還傳出年僅19歲的女消防員不幸殉職 所以是加拿大悲失省2015年來第一起消防員死亡案件 當局坦言滅火人力不足 希望再加派上千名消防員到前線救災 這新聞綜合報導 除了野火還有暴雨 來看南韓因為連日暴雨造成的重大災情 中清北道一處地下道 因為河水暴漲短短一分鐘之內 地下道被大水淹沒 包含一輛公車在內十多台車慘遭滅頂 至少13人死亡 而日本最近也是暴雨不斷 專家指出受到了東亞梅雨封面的影響 加上今年海溫升高 這種即降雨不斷的出現 行車記錄器拍下著駭人一幕 水來得又快又急 淹到小客車的輪胎高度 接著瞬間湧入地下道 車輛根本無法逃 直接被滅敵 從滿是淤泥的地下道 排出罹難者 南韓消防隊員出動抽水設備 終於把地下道內的公車拖出來 暴雨灌入地下道 淹沒公車小客車 量成嚴重災情 失踪者家屬還在盼望有奇蹟 不過一旁的家屬聽到二號 哭倒在地 痛批 南韓政府救災速度 實在太慢了 剛從烏克蘭返國的南韓總統 尹錫悦立刻坐鎮 召開緊急應變會議 針對連日不斷的大雨 在全國各地災情連連 專家點出 這次南韓的中心北道 地下道淹水 除了是天災 更是人為災禍 因為早在豪雨來襲前 氣象局就已經不斷警告 需要做好準備 사고2時間前 地下車道 옆 美穂천교水位 已經有9.2m 深刻段階 呈過了 洪水警告 比起更高的 水位必須的 道路統計 不斷警告 當地政府 因為要蓋橋 所以把提防消滴 加上沒有管制 地下道封閉 導致悲劇發生 現在 搜尊工作還在持續 臨近的日本 也暴雨不斷 日本包括富山縣 秋田縣都降下 破紀錄大雨 然而觀察日韓 明明沒有颱風 為何暴雨頻傳 主要是受到東亞 梅雨封面影響 過去在上個禮拜 其實韓國剛好有一個 滋留封面 所以在整個 不只是韓國 包含到日本 甚至到中國的東北 都受到同樣的 梅雨封面的影響 所謂梅雨封面 就是北方冷氣團 跟南方暖氣團勢力 相當時 在中間形成的氣流 由於今年海水溫度特別高 更容易出現 極端短延遲的強降雨 但是台灣會不會面臨 類似氣候衝擊 今年暑假 台灣還要特別小心 颱風威脅 然而亞洲暴雨下不停 南歐地區則迎來 不斷破紀錄的高溫 義大利海灘 躺滿了想避暑的民眾 當局警告 下星期恐怕氣溫 會達到攝氏48度 專家點出氣溫不斷上升 熱衰竭 重暑情形將更常見 應對今年發燒地球 已經是全球共同課題 地點清魂綜合報導 在關注烏二局勢的最新消息 連接克里比亞的克赤大橋 今天發生了兩次爆炸 克里姆林公晚間證實是 遭到烏克蘭用兩艘水面無人體 進行攻擊 在二無戰場 永遠不知道頭頂有什麼 火箭彈砸中前方另一輛車 滿天煙沉 車窗被震出裂痕 這是烏克蘭軍突襲赫爾松 俄軍佔領區的畫面 而在烏東 豪鉤睡覺的俄軍被烏克蘭士兵活捉 因為最近幾天烏克蘭在巴赫姆特 加速推進 術從裡用步槍手榴彈交戰 想在巴赫姆特前線奪回領土 不只需要步兵奮戰 中遠程火力也相當關鍵 用蘇聯自走炮 先對著俄軍位置開轟 確定擊中目標 步兵進攻才更有效率 但整體來說 反攻速度還是沒有達到 一開始設想的標準 俄羅斯總統普京接受媒體訪問 竟然這樣說 但烏克蘭的反攻計劃 不只專注短期成效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 繼續信心喊話 所謂俄羅斯恐嚇 就包含俄軍持續攻擊平民 招布羅熱超過50起空襲 有些火箭飛彈落下的地方 根本不是戰場 而是住家 阻止俄軍殺害平民 也是美國援助烏克蘭 高度爭議武器 極速彈的必由之一 美國和烏克蘭都證實 極速彈已經送到前線 俄羅斯國防部和普京 生氣開槍 但普京說的並不符合事實 畢竟極速彈從去年開戰以來 早就是俄軍常用武器之一 不過更讓俄羅斯跳腳的可能是戰鬥機 美國點頭讓歐洲國家幫忙訓練烏克蘭飛官 架式F16 布克蘭拿到的軍務越來越高級 那普京手上的籌碼到底還有什麼 或許只剩黑海股物協議 協議週一到期 但聯合國和土耳其都還沒等到俄羅斯同意延長 不過相同的情況已經上演很多次 從過去經驗看來 俄羅斯可能很快就會同意延長 確保黑海糧食出口 DBA新聞 綜合報導 而俄羅斯傭兵團瓦格納兵變之後 未來動向持續受到關注 現在有監控白鶴軍事行動的團體拍到 多達60輛插遊瓦格納旗幟的車輛 組隊開進白鶴 俄羅斯南部的高速公路上 長長的車隊一字排開 似乎沒有盡頭 其中不少車上插著瓦格納旗幟 全部都要前往白俄羅斯 有監控白鶴軍事行動的團體表示 這支車隊由至少60輛皮卡 乡行車和巴士組成 連夜從俄國開進白鶴 一路進到中部的財爾村 波蘭特勤部門則證實 有上百位瓦格納傭兵正在白鶴 另外因為先前美國表態 有益軍援烏克蘭極速彈 引起俄國高層跳腳 並警告俄國有的極速彈種類 可是比美國還多 而且更強大 目前離前線越來越近的 南部閘波羅熱核電廠 現在每天至少都遭到超過50次攻擊 核災威脅越迫在眉睫 除了核災 也因為卡霍夫卡大壩被炸毀 扎波羅熱核電廠附近的居民 也幾乎沒水喝 得千里迢迢去提水 然而還有三分之二的居民不願離開 也無奈表示 他們已無處可逃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